泰国的恐怖电影 要么被吓死 要么被笑死 据说这部《猛鬼大学2》 取得了无数网友的喜爱 原因是这部电影既恐怖 又全程带高能笑点 有情提示 强烈推荐爱特出女朋友一起观看 故事发生在一栋废弃已久的大学楼 因为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剧 导致现在发生一些难以解释的超自然现象 比如学校每一次毕业 都会有一些学生在这里选择无限奔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 校园每一块指示牌上 都有鬼魂附在木板上 鬼魂会用花圈作为诱饵 只要路过的人跨过花圈 都会被恶鬼带在 从此 闹鬼的救教学楼开始逐渐被肥弃 但是在这一天 在研究大学学习的脆花 打电话给弟弟老六 原因是在他出门前 忘了带笔记本电脑 赶紧让弟弟尽快送过来 在送外卖的弟弟虽然很不情愿 但还是答应把电脑送过去 然而不认识路的老六 就无闯入旧的教学楼 而他一边和女神仓景发信息聊天 一边走路 完全不知道那是一条有恶鬼的走廊 这时老六发现头顶的指示牌一直在动 下一个 不认识路的老六就脸带微笑 因为指示牌上写着研究大楼的方向 这时恶鬼也抛下花圈陷阱 就当老六就要跨过去的时候 他选择电路顺利来到凶猛大楼 刚进去似乎处处偷入着诡异的奇迹 曾经死去学生的校服也放在掌柜里 无知者无所畏惧 甚至吐槽起来学姐的校服很丑 就这么一挖 面子为了 其实他来到了教室的走廊 走着走着突然被什么东西滑倒在地 起来后 他发现是被一个药瓶滑倒了 刚拿着药瓶起身 旁边的门就自动打开了 一只漆黑的手伸了出来 天真无邪的老六正准备打药给他的时候 发现身后突然出现一个雪景 充满爱的单身老六 看着学姐拍着自己的胸口 以为是心脏病犯 再看看他手里的药品 这在他准备送药的时候 身后的教授突然叫住了他 当他准备回头看时 突然下的仓景女神发了一条信息 看着学姐痛苦的跑下 老六依然选择等待女神的回复 但教授老太太无法忍受 教训完老太太后 一旁的老太太狠狠地看着她 恨不得扒她的皮 吃她的肉 就在这时 老六的电话又响 原来是等了很久 电脑的姐姐翠花打来的 接通电话后 老六才得知自己走错了 但看着不舒服的学姐 出于善良 老六还把学姐带在身边 准备把电脑给完姐姐 然后送她去医院 于是一人一鬼坐在一起聊天 这时 学姐的身体开始扭曲 突然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老六以为她心脏病又复发了 于是赶忙找药 但学姐在旁边也露出了可怕的遗物 这时 姐姐及时赶到 过来就抱怨弟弟来的太慢 对着她就是一顿骂 还叫老六别去那所大楼 那里有恶鬼小心把你的头拧着 但老六以为姐姐骗她 还说进去大楼 鬼影都没看见一个 除了一个教授老太太和一个学姐之外 说完 姐姐就走了 但当老六转过头来时 发现自己带来的学姐不佳 却不知道此时的女鬼 已经盯上了她的姐姐 这时 翠花的同学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 还在开心的看着恐怖小说 这时 角落里突然传来一声一响 走走走走 看着女鬼扭曲了身体 女同学还向前问需不需要帮助 当女鬼转过头时 吓得两人赶紧逃跑 刚好翠花回到实验室时 她看到了惊慌失措的姐妹和女鬼 不仅如此 前来找药的老太太也来到了门口 就在三个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女同学以为只要找到要给她就行了 于是翠花又给弟弟老六打来电话 问她有没有拿老太太的药 老六拍了拍口袋 发现要不见 于是老六说等一下去找找 此时老六还在外面玩着猫咪 完全不知道姐姐现在处于生命攸关的时刻 于是同学们就用桌子挡住门口 先别让老太太进来 就在他们商量怎么去对策的时候 老太太一直在门口喊着要她的药 这下安静了 此时老六也回来救大楼找丢失的哮喘 最后她在那条有恶鬼的走廊 发现了那瓶药 但这次并没有那么顺 因为要在花圈后面 要想拿到必须要从花圈跨过去 但老六走到花圈前突然停了下来 他不知道那是一个陷阱 还蹲下研究了起来 走的时候还不忘踩上两句 但下一遍 因为抓住了她的头发 她奋力地睁开束缚 吓得老六赶紧爬着逃离了这里 但老六依然没有放弃 得知恶魔常用的招数是捉头发 于是老六戴好头盔 骑着送外卖的电动车再次来到这里 好 好成功 此时姐姐这边也不理想 被两个鬼魂盯着 但凭着大学的智慧 他们很快想出了一个办法 三个人同时分散位置 把女鬼包围下来 然后开始轮流吸引她的注意力 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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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门外的老太太看不下去 老太太也跑了进来 于是他们连忙打开门跑出走廊 可他们那里跑着过鬼魂 只见老太太一个瞬间转移来到他们面前 他们想往回走 但学姐又出现在他们身后 关键时刻一道灯光照过来 原来是老六骑着外卖电动车开开 得瑟的拿着笑传扬 新老太太的眼睛 然后把药扔了出去 然后骑着六亲不认的电动车开了过去 教授接到笑传扬那一刻就瞬间消失不见了 就在他们得瑟的时候 学姐突然出现掐住了翠花的脖子 弟弟上去帮忙 但怎么也拉不开 老六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学姐嘴里一直喊道着 我还没毕业 就在危急时刻 老六顺手拿出手机 帮他拍了张照片 还把随身携带的毛巾拿了出来 说学姐的校服太脏了 拍出来的毕业照不好看 最终老六用自己十年表白的经验征服了他 影片最后 他们还和学姐拍了一张合影 学姐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其实现实中人和鬼一样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我是东叔 感谢收看